儿子带朋友回家玩?迪欣反应是这样。 第一,孙鹏的18岁儿子孙安佐因扬言开枪扫射校园,被美国警方逮捕,并在寄宿家庭搜出大量军火,目前正等候判决。 本刊接获来自孙安佐同班同学的消息,指出孙安佐在学校尽管有许多顽皮行为,但他其实是个对同学大方,在家颇为孤单,是需要关心的小男孩。 孙安佐平时对众人都蛮大方,由于迪欣会给孙安佐信用卡付卡,让他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,所以有时孙安佐会帮同学们代购一些网拍品,心情好的时候,甚至就买来直接送给同学,出手颇豪气。 同学说,他,孙安佐,人很好,但感觉得出来他很孤单,因为父母好像都不怎么有空惯他。 同学还透露,某一次他和朋友们结伴到孙安佐家里玩耍,当时迪欣也在家。 多数家长看到孩子的朋友们来访时,都会有基本寒暄,或者多少会礼貌性询问要不要吃点什么等等。 谁知当下迪欣看到他们完全不理,竟自在厨房打自己要喝的养生果汁,打完果汁后,只见迪欣拿起饮料,旁若无人地走进房间,似乎对儿子带来的朋友是谁都不太关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